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学习《入行论》当中 交接一只寂静的地方 作者劝请我们有条件的时候 一定要到一些寂静的地方 这个世间还没有死亡之前 没有四个人抬到石头里之前 自己可以行动的时候 别人把你抬到石头里的时候 已经死了 最好自己要么死在石头里 或者山洞 或者森林当中 或者寺院当中 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因为死的时候很安详 很寂静 颂词里面这样讲的 无情也无缘 只剩阴山林 现若是同时 莫以无人有 那么我们如果 还没有大县来历之前 自自觉地前往寂静的地方 紧紧修持 最后无常到来 无常到来的时候 在你的面前也没有亲人的挂念 或者是痛苦 也没有怨恨人的危害 只是自己一个 安住在森林当中 这样的话 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 把你当作 早就死亡的人一样 很多人都这样说嘛 哦 我们这里的什么什么修行人 已经离开家里十几年了 不知道现在他死了还是活着 所以在他们心里 没有地位 心里没有地位的话 当他死的时候 旁边的人 也不会有人哭的 所以在死完了以后也好 当时他死的时候 就根本不会有人 而遇此痛苦 米拉日巴尊者在《山居满亿国》 里面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既没有亲朋好友的挂念 也没有怨恨敌人的缠久 如果瑜伽师 死在这个山洞当中 没有后悔 没有悔恨 已经心满意足 就讲得非常明确 而且他说 如果我死在这个山洞里面 里面是没有血迹 外面是没有人的脚印 心里非常快乐 等等讲了很多 善利的景象 寂静地方的确也是 如果有些人死在那里 当时的这种状况 应该说是很吉祥的 没有其他的干扰 那么你的修行 也会圆满成功的 以前我们学院里面 有一个叫沃舍尔多杰拉玛 也可以叫 光明金刚吧 他在死的时候 还是也很吉祥的 因为当时他稍微生病了 生病以后 从来都是不断传承的 然后有一次听完课以后 回来坐在自己的床上 后面都是没有靠任何东西 但是一直断坐而安向圆寂的 那天我们有几个道友 在私下拜堂的时候也是提起来 他当时的那种思想 真的很吉祥的 如果在一些城市里面 或者是别的地方 可能喊了很多的新闻记者 来看他当时的景象 很多道友就看见 当时身体也是很断持的 一直坐在那里 一般人死了以后 头马上要掉下来 但是头也没有掉下来 很断持地坐在那里 而安向圆寂的 在汉地也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像以前的信音大师 信音大师在 五代后期的时候的一个修行人 当时他也是 隐居在山里面以后 一直修行 后来有一只鹿子 还有山脊吧 经常跑到他山洞的旁边来休息 对他一点恐怖都没有 虽然他没有摄受什么弟子 但旁边的一些寺院的人 有时候帮助他做一些事情 有一天他告诉旁边的僧人 说你们把我的床帘卷起来 我要走了 当时他没有特别的心 马上床帘卷起来的时候 他安向从床上下来 站着而远起的 站着而出现缘解 在历史上这种修行人非常非常多 后来莲茨大师 也是对他寂静山往生的情况 也加以赞叹 说我们世间当中 人死的时候都是 为了抢夺他的财产 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也是苦苦啼啼等 各种各样的现象存在 但是寂静山里面的修行人 如是死亡 如是安详等等 也占说了很多的功德 当然大城市里面的人 全部都是到寂静山里面 死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 恐怕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想人要死亡之前 能不能自己对修行有所把握 不然真正 死亡来临的时候 大家都可能手忙脚了 特别着急 这样也没有必要 一定要离开这个世间 如果在寂静山里面的 因缘不足的话 还是到一些寺院 或者自己已经发现了 自己得的绝症 没有活着的希望 那还是回到家里面 藏人一般都是有这种说法 某某人已经不行了 他得的癌症 他得的绝症肯定活不了 马上带到寺院里面去 在寺院里面死的时候 跟家里是完全不相同的 但是医院里面死的话 可能更复杂 尤其是现在医院的一些 表面上的一些意识 抢救医师也不得不做 这样一做的时候 作为一些修行人 恐怕也是受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 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对死亡要有所准备 这一点 大家也应该搞明白 那么下面一个颂词 死诸极无人 爱上火为害 故修水脸浮 无人绕灵山 那么他这里 住在这样的寂静山里面 如果死亡 他的四周根本不会有任何人 哭着 含着 叫着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其实人临死的时候 如果有些人旁边一直哭 一直伤心 那这样还是对王者来说 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有些地方 可能传统 藏地也是 在某些地方有这种传统 当然藏地 地方是比较大的 像昂多和伟藏的有些传统规矩 也完全是不相同的 现在有些人 到了藏地某一个地方去 看见一个风俗习惯后 说 啊 西藏的风俗习惯是如何如何 马上写成书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新闻媒体里面 去打广告 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像汉地 东北的一些传统跟南方的传统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然后我们藏族的记者 到一个东北地方去 然后东北的个别 有些偏僻地方的传统 在媒体上传播 啊 汉地的传统如何如何 最后南方人一看 觉得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 我们虽然是汉地 但是没有这个传统 可能会有这样的 所以现在有时候在外面的一些宣传 也非常的奇怪 但是藏地的确也是 个别的地方有这种传统 人死了的时候 你必须要哭 没有哭的话 寿命不孝顺 或者对这个人不重视 尤其是哪一个家的人死了以后 我要去看他 看他的时候不能有微笑 也不能有一些欢喜的姿态 否则对他有一种不恭敬的传统 这一点我们地方都是有 所以以前我的父亲 他看见一些亲朋好友死了 他不敢去看他们 他一起看了以后 他有点怪 然后一想起别人 亲人的时候 他就想笑 所以他特别不敢去 还有我们那边有一种说法 说是有一个人到那里去看他们 看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传统 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尸体蜡烛 尸体蜡烛的时候 所有的亲人必须要哭 但是有一个人 他实在是哭不出来 天还没有亮 然后他哭不出来的时候 他表面上装着呜呜呜呜呜的哭 但是害怕 最后没有眼泪的话 大家都要笑他 后来他看了看 旁边有一个桶 桶里面好像有一个石的东西 然后他一边手 摸着那个桶里面 好像里面是个水 把这个石的东西一直浮在眼睛上 就呜呜呜呜地一直哭 天亮了 天亮了以后 尸体已经拿走 拿走完了以后 大家都可以吃饭 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 知道他的状况 然后原来那个桶里面 不是水 是血 好像牦牛死了 还是什么血放在那里面 然后他用手指把血 一直粘在脸上 旁边有一个人说 今天这个人很伤心啊 不但他的眼里面 哭出眼泪了 而且哭成血流出来了 别人一看他的脸 他脸上有很多血的内痕 所以这样也有一些不好 怎么说啊 也有这样的传统 但是的确是人死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旁边 大声地哭 这一点是不合理的 以后不管在家人 出家人 你旁边人死的时候 最好都是不要哭 以前《法剧语经》里面 有这样的故事 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居士 非常虔诚 上供下侍 行持善法 念经 持戒等等 很精进的 后来他要接近死亡的时候 他的妻子实在是受不了 一直大喊 大叫 一直哭 而且一直喊着他的名字 一声一声地腐化而哭着 这个时候他接近要临死的时候 顿时生起一种贪念 那个时候他已经断气了 断气正因为当时他的贪念 的这种念头 没有盗用的原因 他就变成一只虫 然后进入他的鼻子里面 然后这个女的 一直一边哭 一边泪 最后体内交出 鼻涕和言论全部出来 那出来的时候 自己也发现 因为大家都知道 施生的虫身体的成熟发育非常快 有些众生的业力 不可思议现前的话 他马上变成虫 而且身体也是很大的 马上看得见 后来他的丈夫变成的虫 从鼻子里面 跟鼻涕一起掉在地上 那个时候 当然这个女的她都不知道 她就在别人面前 特别不好意思 然后准备用脚踩刺 踩刺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 有神通的修行人 这个修行人他用他的神通 已经了知到这个状况 他说 不可不可 千万不能杀他 他就是你的丈夫 然后这个女的非常惊讶 她说 这么快的时间当中 怎么会我的丈夫 变成虫啊 不可能的现象 他在活着的时候 上供下施 持戒律等等 行持善法方面非常有能力的人 不可能变成虫 后来他也给他讲了很多道理 当时的贪恋 没有转用的原因 他变成这个虫 然后这位修行人 对他进行说法 说法之后 最后这个虫也是死亡而趋入天界 有这样的真实的公案 所以我们旁边 以后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人死了以后 最好在旁边不要哭 如果你实在是 忍不住要哭的话 你就离得远一点 然后自己悄悄地哭着 因为有些人的心 实在是没办法转用的时候 真的是 也没有办法的 现在有些藏道的地方 也有这种情况 一听说人死了以后 哇哇哇 一直打叫的哭 在医院里面也是这样的 其实这些是世间的一种做法 有些人是不伤心而大声哭的 有些人是 可能真的要伤心而哭的 不管怎么样 如果住在修行寂静的地方 人死了的话 没有亲朋好友的这种忧伤交苦 也没有怨恨的敌人 当时如果你的怨恨的敌人 关系不好的人 或者自己有些人 为了争夺自己的财产 而前面出现的话 那心里面 一定会产生一些嗔恨心 以这个嗔恨心 最后王者也会堕入恶趣当中去 所以不应该这样的 在那样清净的环境当中 水炼佛陀 临死的时候自己就想 现在我一生已经完结了 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只有一心一意地想佛 这就是我众生当中 最有利的 当然同时 水炼法 水炼僧众 还有在有些讲义里面 所讲的水炼菩提心 水炼三宝菩提心 那么以这个威力 一定能往生 因为当时没有其他人的善乱 心很能专注 在这样的状态当中 都会清净往生 以前我们洛若氏的 有一个叫做金王堪布 有时候他以前 也给我传过一些法 他病得比较严重 后来听说是从医院里面不能救就回来了 然后我们去看了 看了的时候 当时堪布说 听说我这个病可能不能治了 不能治 我当时想在医院里面 死了也没有必要 还是回来了 在寺院里面比较吉祥吧 当时这样讲 后来也是安享圆寂 我在密宗成就略所当中 也基本上说过 他圆寂以后的一些真相 所以当时如果我们 真的是一遍修行 尤其是在死亡的内衣刹那当中 遂念佛的话 那么这个功德非常大 而且这种人一定会是能往生的 佛陀在《宝灯经》 《宝灯经》当中也是说过 如果领终的时候 自己想着佛陀 或者看着佛像 皈依 赞颂 那么这样 这个人一定会获得佛的加持 最后不会堕入恶趣当中 所以我们修持善法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心理 那么修行这样的善法 要有这样的行持 尤其是如果你清净戒律 精进的人 那死亡的时候能忆念佛的话 一定会是往生的 就是律藏当中吧 律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恒辞清净戒 精进修行者 临终无有处 如火中解脱 这是佛陀在《悲解脱经》当中 已经讲的 我们尤其是众生当中 清净戒律的人 自己也是 精进地修持往生法的话 那么在临终的时候 不会有 就像一个火坑里面 获得解脱一样 那种人死亡的时候 也是非常迹象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真的 很多很多这样的人非常多 佛陀在《悲解脱经》当中 也已经说了 说是一旦受到病危的时候 或者遭受死亡痛苦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正知正念没有舍弃 一心一意地忆念佛 那么痛苦不会 堕持我们的心绪 意思就是说 再怎么样病苦 再怎么样临终 只要我们一心相复 那么所有的痛苦 会消失无欲 因此大家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观想佛 这是最关键的 应该说在那个时候 在自己旁边看见的地方 放一点佛像 或者说自己心里 也应该一心一意地忆念佛 唯有这样的修行 才能获得解脱 临时的时候是非常关键 但是我们如果旁边人特别多 那这样有时候也是担心 观想不了 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 在死的时候 如果死在寂静地方 当然是最好的 死在不能 死在医院里面 死在一些城市里面 那么当时 尽量地能观想佛陀 那一刹那就想 现在什么事情都对我来讲 是没有什么用的 没有必要想着亲人 没有必要想着财产 我现在已经该往生了 一定要念佛 阿弥陀佛 应该在真正要 临时的那个时候 你一边念佛 一边往生 真的是我觉得是最好的 所有我们在座的道友 当然人的死因 都是不相同的 每一个人当时死的时候 可能也有一些情况不相同 但是希望大家能一心念佛 这是很关键的 那么最后 我们一直寂静地方的舍义 就是交接舍义 故当独自欺 是少一安乐 宁修一人令 窒息这种散乱 所以我们应该 一个人要安住寂静的地方 这种寂静的地方 事情也非常少 极其安令 还有风光修丽 金色义人 断除一切散乱 非常清净的 这样的环境或者是森林当中 真正的修行人 前两天所讲的一样 没有任何排斑 上等修行人一个住在山里面 如果这一点也做不到 那么居住在一些清净的寺院 金刚道友全部是信佛教的 没有邪知邪见的 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 就像《经观众文论》里面 也是讲了寂静地方的五种功德 比如说 琐事鲜少 还有一些环境优美等等 讲了五种功德 这样的寂静地方 那么我们的心会能调伏 会能调整 所有的这些琐事 散乱的人和非人的情况都不存在 这样最后获得了往生 以前唐代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同会禅师 同会禅师大概是 可能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出家 但出家之后 他独自前往台北山的一个山里面 去应居 一个人在那里应居 当时他没有带上什么粮食 吃的一些树皮和树果 然后喝的是水 坐在树下 一直这样待着五年 待了五年以后有一天 他用一个木棒打头块 打头块的时候 不成心 不成心的因缘 他就当下开悟 所以以前的一些禅师 和一些大圆满的瑜伽师 依靠外面很简单的一种因缘 马上获得开悟 当他开悟之后 当然以这种威仪和行持 也是在寂静的山里面 一个人呆了二十年 当时在二十年当中 他穿的也是只有一朝裙子 然后睡的还是在一个棉被 只有穿的草鞋 这个朝鞋 除了这个以外 什么字具都是没有的 他最后的时候 那些衣服的 当然过了二十年 肯定破破烂烂 我都有时候想 这些禅师们的生活 跟现在大城市里面的生活 现在的有些人二十年当中 穿一件衣服有没有 恐怕是没有的 因为古代的时候那些补的质量 也不是特别好的 如果一件衣服穿了二十年 肯定是破破烂烂的 上面都是有很多布丁的 而现在的 应该有些补的质量是很好的 但世间人不愿意的 每个星期天的时候 现在世间人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每个星期天就是要到 商店里面去买衣服 选衣服去 可能你们这里有些出家人 以前当在家人的时候 稍微有条件 可能也会这样的 没有什么事 星期天就是要到商店里面去 选一选 量一量 看自己有多少个衣服 最后有些人 主人要一间房子 然后专门挂衣服 也需要一间房子 现在城市里面的人是这样的 但以前的禅师 不需要留了那么多的衣服 但同样获得生活 最后的境界 与现在的人是不相同的 现在的人很多人 借口说是没有时间修行 并不是没有时间的 其实自己的心力不足够 心力不足够的话 当然你每天都是 今天要选白色的衣服去 明天要选黑色的衣服去 后天要选黄色的衣服去 每天为了每一件衣服 坐车要两三个小时 然后再逛商店 要两三个小时 难有这个时间 肯定没有这个时间 所以为了一些小小的琐事 耽误所有的事情 这样以后 真的自己的修行很难以成功的 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刚才我说的 慧同禅师 疼慧禅师 属下这样而成就的 还有你们也知道 白居仪当时依止的道令禅师 他一般在树上禅坐 有一次看在西渠的窝旁边 他在树上打坐 后来白居仪看见以后 觉得特别危险 说 禅师啊 你这样禅坐 非常危险 万一掉下来了怎么办呢 然后禅师不觉得 看见当时白居仪 他在一些当官的处境 身边的这些人 狗心独假 非常危险 他说 你是更危险 你掉下来更怎么办 后来白居仪知道他的话题 他马上转话题 说不不不 我问禅师 佛教的宗义到底是什么样啊 禅师说 佛教的宗义 诸恶魔作 宗善奉心啊 后来因为白居仪 从表面上看来还是比较傲慢的 他说 那个有什么给我讲的 这个三岁的孩子都会懂的 后来禅师也知道 是他的傲慢心 是 虽然三岁的孩子都是懂的 但是八十岁的老翁 修起来还是很困难的 现在有些说大话 的确有些禅师 当时也是喝着过别人 因此像这样的 这种修行人 以前在这些高僧大德们 有些在树下一个人馋着 在藏地也是许许多多的 像喜马拉雅山 无光尊哉的一些山与青坡 那些有些在树下 有些在山洞里 有些在掩尸下 但这样一生当中 获得成就的 因此大慈大悲的佛陀 在《三摩帝王经》当中 也是说了 说是 这样讲的 所以真正的修行人 远离一切世间的 亲朋好友 都市的前年等等一切 然后自己一个人 到一个寂静的地方 就像是喜牛一样的 喜牛在寂静的山里当中 自来自去 这样很快的时间当中 获得等次 获得成就 可是我们并不是这样的 每天处于在非常患渣的 城市当中 人群当中 然后全是一种 迷迷糊糊的状态当中 那怎么很快的时间 当中获得等次呢 很多人说 我为什么现在修不成啊 心很乱啊 心肯定很乱 你的环境 你的分别念 你外境各种各样的条件 你如果没有取开 肯定修行很难成就的 因此有些人真的是 在这样寂静圣灵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我的劝情 城市里面的有些居士 你们可不可以一天 短暂的时间当中 比如说下午或者晚上几个小时 把自己所有的手机 所有的电话全部关掉 然后自己一心一意地 在佛堂里面看书啊 修行啊 一天当中空出几个小时 也是可以的 我看到有一个人 他资产非常丰富的 好几美金的一个大老板 他一般时间是有安排的 非常忙 但是他在自己所安排的时间当中 他跟自己的员工都打招呼的 任何人不准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也不接的 我上班的时间是什么样的 我下班的时间是什么样的 然后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空出一部分的时间 然后专门看书和修行 他一直多年以来 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不错的 看到印度的一位大成就者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 他过另外的不管是正知 还是在佛法方面的事情非常多的 但是他也是有安排的时间 自己在什么到什么之间 有看书和修行的时间 当时我们摆见他老人家的时候 他也是说了 像我这样身份的人 应该说事情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会安排好的 我在什么时候我就看书修行 我什么时候闻思 什么时候接待 什么时候做事情 到办公室里面 所以很多人其实 并不是没有时间的 只是自己安排不过来 自己可能没有自由 当然有些人可能 处于家人的仆人 所以实在没有办法 只有家庭的主人下命令以后 只有鬼鬼据据地下面跑 也有可能这种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 自己尽力安排时间不软 死亡来历的时候 你什么理由也是说不过去的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寂静圣灵的一些功德 那么下面就说是舍弃忘念 舍弃忘念 分略朔和广朔 首先讲到略朔 尽其受虑业 无形当转业 为宁如灯之 知火而精进 所以我们首先要真正修行 一些真正佛法 那么要断除一切妄念分别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作为初学者 一下子将自己的 所有的坦诚痴等分别念断除 这是恐怕现在不现实的 但首先我们刚才讲了 一直一个寂静的地方 然后尽量自己 不要乱想 否则人住于清净的地方 心一直游荡于城市里面 这也是没有多大的必要 佛陀在有关一些 比如说《有切勤闻经》里面都讲了 我们到了一些 寂静的地方的时候 不应该有一些溃闹 或者说一些散乱 应该自己想到 寂静的地方跟蒙叔和其他众生 有所不同而行持 否则自己的修行不成功 那么这里自己尽量地 将自己的对亲朋好友也好 对世间的各种杂念 贪知断除 然后一心一意地专注 一心一意地专注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是要高僧大德 按照五诸菩萨等一些高僧大德的教言 就是要一心一意地 修持菩提心 如果你有大圆满和一些 禅宗更高的境界 当然安住于这样的境界 如果这些没有 那么我们世俗的菩提心 念念不忘 行住作物 一切世间当中心里面想着是 我就是发了菩提心 要利益众生 就像禅宗当中的 有些华图 他行住作物里面 都要这样精进地观想 精进地观想 自己也是获得成就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发心 不管是你坐车也好 或者说你上班下班 在任何一个世间当中 啊 我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 我要帮助众生 一直要面临自己 一直要劝勤自己 如果这样 逐渐逐渐 自己的行为也会变好的 那么如果我们有 寂静地方安住 诚诚有禅修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人的精进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精进 恐怕也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他这里也说了 一定要心专注于等持 这种等持当然你双云的 这样的极致和声光当中也可以 或者我们刚才讲的菩提心 以妙观察知断除自己的烦恼而精进 以前那个智坊禅师 在明朝的时候也是四大高僧之一 当时他听了一个叫做《张处》 他作的一个剑刀剑 《剑刀剑》里面讲的是 断除妄想 从增病 取向正如 以食邪 有这么一个偈颂 听了之后他就觉得 这个已经错了 怎么会断除妄想以后 重新增上疾病啊 怎么会取向正如以后 还是邪道啊 哪里有这样的 他认为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断除妄想以后 无增病 放无病 然后取向正如 应该说不是邪道 他认为应该这样的 后来不管怎么样 他就说是这个禅师 当然这个禅师的教言 在《乌顿会员》里面也是有的 说是这种教言是错的 不对的 但下面的僧人说 是你自己错的 后来他这个事情 一点弄不清楚 不管是到哪里去 行入作恶 甚至他到一些地方的时候 把墙上也是挂着偈颂 挂着这个祭司 念念不忘 心中所谓一直是这样的 想着 考虑着这个问题 但后来可能以不同的一种因缘吧 他享用灾犯之后 以不同的一个行为造成 最后完全已经开悟了 他开悟之后 不管是断除妄想也好 或者趋入正如也好 一切是不存在的 因此原来这位禅师所说的 是完全是对的 是断除妄想 正中病 然后趋向正如是写的 我们真正到了这种境界的时候 你取向正如也没有 断除妄想也没有 断也没有 不断也没有 其实都是一种寄托 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所以我们最后 真正要安住行持的时候 所有的境界 全部没有任何的执著 没有任何的执著 这一点大家也一定要行持 否则我们的妄念一直纷纷 最后给自他都带来危害 下面《广说》当中讲妙语生起的严犯 讲果 本体和因 三个方面来进行观察 首先是观察果 我们贪欲的过法 相当可怕的 如果有了贪欲 对今世 来世都引起一些灾祸 都痛苦的 今生当中受到了兵器的砍杀 断割等等 有很多的痛苦 来世这些 一定会堕入地狱当中 所以在《本诗传》里面 也是已经讲了 贪欲入城市 毁坏今来世 智者不应义 因为我们所谓的贪欲 其实坏坏我们的今世 也是坏坏来世 所有的这些痛苦 贪欲带来的 最后造致今生来世的一切痛苦 佛陀在其他经里面也说了 所谓的贪欲 造致我们的堪格 堪土 瓦炎以及断除手脚等等 那么贪欲对这些众生 今生当中也受苦 而来世堕入地狱 旁生 饿鬼等等 所以我们有贪执 芝麻虚的贪欲 也带来如山王般的痛苦 我们在世间当中 也应该明白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也看到世间当中 有个别人贪执名色而奔波 最后受到痛苦 有些人贪执地位 有些人贪执财产 忙忙碌碌的人群当中 有时候大家看了以后 也是非常容易看得出来 大家的这种 如果贪欲增上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会做的 我不做的 以前大概在九十年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姓黄的人 其实他们有三兄弟 三兄弟 他对哥哥的妻子生起贪心 有不正当的关系 后来为了得到他的大嫂 他把自己的哥哥和家庭 全部以火来焚烧 但焚烧的过程当中 当然他大嫂的一些孩子 也在火焰当中 整个身体都烧得面目全非 后来他也看到 这种情况之后不跟他一起 而且今生当中他非常苦了 最后也是受到法律的判刑 所以世间人 我们看到佛陀时代的一些公案的时候 也能看得出来 你贪欲增长的时候 什么惭愧心也是没有的 正知正念也没办法舍的 所以今生当中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痛苦啊 其实是贪欲造成的 如果贪欲没有的话 那么生活应该说是 很快乐的 很自然的 不会有如实的痛苦 因此佛陀在《反光庄严经》 里面也用毒液 宝剑 以及用火焰等等来比喻 阐述的一些危害性 终管《四百论》当中 有关这方面的比喻和意义 也讲得非常多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当然从根本上断除 自相续当中的所有贪欲 恐怕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 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要理解 自相续当中如果贪心增长 一切的苦恼 在自己面前会出现的 如果一个人对生活也好 对自己的名声 地位 财产 什么都没有特别大的贪执 甚至对自己的身体 也没有什么贪执的话 那他还是过得很快乐的 就是很快乐的 在世间当中 我们修行当中最可怕的 最大的违缘就是贪欲 依靠贪欲 毁坏自他的现象 自古以来也是 非常非常多的 应该自己也是经常祈祷 有些是出家人 经常祈祷上师三宝 自己的清净的戒律 永远善事善众 然后一些在家人 也是受持一些清净的戒律 然后尽量地自主稍益 对财物也好 对世间的任何人 都不应该有任何贪执 有了贪执的话 真的 以前萨拉哈巴所说的那样 少少的贪执对我们今生来世 带来非常大的痛苦 其实人没有贪欲 生活过得很快乐 不仅是我们人 包括牦牛在内 很多的旁生也是因为贪欲 而造来更多的痛苦 这种痛苦一直连续不断 所以我们现在 遇到佛法的时候 最好的一种 断除贪欲的方法 实际上是不执著对境 不管是你对人也好 对财物也好 对名声也好 对什么的外境 不要有太大的执著 应该看得淡 看得破 这样自相续当中的心 自然而然会沉浸 就像我们这个水 放在那里 那么里面的沉浊部分 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那么你在寂静地方 心放下来 对外境的各种贪婪 慢慢慢慢放下 最后自己心的本来面目 很容易出现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 在座的人经常也是祈祷 自己的传承上师 佛和菩萨 然后自相续当中 以前依靠贪心造作一些恶业 那么在圣者面前 尽心尽力的忏悔 以后尽量不被贪执而蒙蔽 应该认清自己心的本性 这样以后我们的来世 也不会堕入地狱 饿鬼 旁生当中 否则真的是 今生当中也是贪得无厌 就是一直造恶业 那很有可能来世 一直不能解脱 所以说得到人身 真的很难得的 这样难得的 像如意宝那样的人身 应该我们利用起来 要利用起来 需要很多的窍诀和教言 没有这些教言 你一直随着人们的行为 和一种分别念去 可能永远也不会解脱的 因此大家经常要祈祷上师三宝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